大家好,我是大伟 今天早上我们起的比较早 因为装窗户的说它七点多 就过来给我们装了 所以我们早早的起来做下准备 把冰箱都挪出来了 大洞干戈的要装 今天屋子里彻底又断了 厨房那些出去什么的都挪出来了 只要靠旁边的 地界现在你看一片狼藉 咱们这周末又得好好大扫除了 有个经验的 没拆窗户之前是这样 等会换上去之后就特别透亮 大鞭样 现在快中午十二点了 从早晨八点开始装 感觉进度还是挺快的 拆完之后阳台基本已经装好了 我们装的是三层玻璃 这关上以后静音效果特别显 然后主卧 主卧的话框架装好了 然后没安玻璃看看次卧跟厨房 次卧也做好了 玻璃的话吃完饭下午再装 然后厨房的玻璃也没安 从这儿就看到厨房 感觉工程还挺大的 到了吃饭奖了 这个施工队是亲戚介绍的 然后我们就和我爷爷 还有那个做菜干活的那几个人 一块过来吃个中午饭 这饭店到饭奖量还挺多 还要等上一会儿 拿了一池酒 我爷爷说喝一点 刚才离家门口最近那个饭店 生意实在太火爆了 我们等了有20分钟左右 还没有排上 那个师傅等不及了 说随便吃点得了 然后我们就换一家 要不然中午耽误太久 怕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装不完 现在换一家饭店 其实刚才我们家门口内 他们家那个肘子挺好吃的 我爷爷说他们家肘子特好 就奔着他们家肘子去的 还带了瓶酒 今天三个人一块就 忙了整整一天 终于装完了 装的刚才下午五点多了 现在外面天都黑透了 感觉换完这个新的断条里窗户 把门窗关紧之后 屋里特别的安静 静音效果特别好 这是我们卧室装完的效果 感觉比以前好看多了 原来是三扇小的推拉的 现在这边换成了一整片 感觉美观多了 我们装的是七零的厚度 然后三层的窗里 现在有两层有三层的 我们就为了效果好点 选择三层的 刚才结账给了16500 这边是果果屋子 感觉这个新式的窗户 反正比原来那个老窗户 美观漂亮多了 主要是它那个隔离效果好 就北京的风挺大的 然后土也比较多 换完窗户以后 屋里就不容易脏了 还隔离效果 应该是密封效果 还隔离了 今天唯一装的不太顺利的 就是厨房的阳台 这边的工程比较大 是个三面的 然后呢 那边还有一个 这个地挂炉的烟筒 那个烟筒 那个圆圈今天没弄好 裂开了 说过三天 再给我们重新 订做一块玻璃 过来换上 还有就是拆窗户的时候 把这一面窗台的瓷砖敲坏了 这都碎了 这个瓷砖 刚好我们厨房 这面墙有一些翘起来了 然后我爷爷说 找一个会修的师傅 明天过来 修修这面墙 顺便补一下 那边的瓷砖 我们小区 不是集体供暖 是自取暖 就用这个壁挂炉 自己用燃气烧 所以化了这个新窗户以后 密封性好了 所以呢 冬天取暖的时候 能省点燃气 就不用开那么大了 感觉这个新窗户 除了美观 主要还是实用 保暖 感觉今天 那个地下的杂物 还有一些废料特别多 扫了的有七八个搭带的 我觉得今天晚上 都没法把家里收拾特别利落 而且厨房这两天也不太好做饭 要修磁关 明天 这冰箱也不准备推回去了 因为要修那个 掉砖的窗台 所以今天 把这个冰箱放在客厅 等一下用个插线板 就插上 要不里面肉该坏了 这些 这些杂物 我等一下 还有沙发 要扶回原位 今天晚上挺忙的 咱们开始收拾呗 那这些锅啊 微波炉啊 就先不往厨房端了呗 先不往厨房端了 明天要修厨房瓷砖 还有那窗台 我现在先把沙发这个区域呢 灰尘再扫一遍 然后擦一下地 等一下把这个沙发 先扶回原位 今天家里的格局全乱了 因为要搬那个门窗上来 要腾一块施工的地方 要不没地儿放 今天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就是这把椅子修好了 前段时间 这个椅子桶坏了 我们没着急扔 说看能不能修 今天他们有工具 拿那个打钻的 还有这个螺丝 把四面都加固了一下 上上了 现在这个椅子可以正常坐的 像我这种其中人可以坐吗 你最好还是别坐了 我跟果果坐了 毕竟是修过的 今天顺便还把衣柜修好了 现在这个推拉门可以正常的推了 上面也是用了一个直角的 把它顶上了 它就能使成立了 这边就不下垂了 然后把那个轨道重新矫正了一下 这个门可以正常推拉了 咱们就不用纠结这个衣柜了 原来还想在这个事 把这门拆下来扔了 挂个不连的还是怎么着 现在凑合着能用 先这样用吧 里面就可以放东西了